日前位在市政府附近的地名古巴湯 在網路上是選擇受到已經影響可能會繼續營養 消息一出來 讓很多人想都不敢 我希望價值能堅持下去 緊發起好笑 要用行動收緊的老闆 經過大家的鼓勵 老闆時來選擇 全會繼續營養 比我們要多多做公約來回饋社會 大感謝市長跟委員協助跟補導 還有消費者的鼓勵 雲峰也接受補導 我們有減班休息 所以我們在市長跟委員的報告下 我們就決定繼續營養 他要是我的公約伙伴 也是我心目中的牛肉達人 那後來我深究其原因 就是他當初沒有申請到政府的一個補助館 然後他憂心忡忡的是他的員工 然後他的憂心忡忡是他經濟上的壓力 所以說最近時間我就從中協助 因為以前很多人都受到影響 就得無法跟老闆的歡迎 也表達出基層對著所困的訴求 所以市府也要多多來幫忙 現在也已經在整個月26號 但是改方可以在裡面吃的時 需要準確的規定 更推遲侯於安心餐廳聽聽的出席 由於台南市市美十四都 我們的餐飲業受創是相當嚴重的 那因此呢 市府也推動了這個安心旅宿 或安心餐廳的這樣的標章 舉凡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做好防疫工作 保持社交距離梅花座等等的 相關的措施的店家 我們都會這個受贈給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標章 古巴湯可以說是台南的地是美食 也期待已經改喉了 民眾可以好好來拼凶 這屬於台南的好處味